林志堅硕士论文 蓝军炮轰抄袭比例高达94% 有人掀出这个规定 全国高中阅读心得写作比赛规则 明确载明学生写心得 引用字数不得超过50字 否则就算抄袭 一旦涉及抄袭将被取消资格 永久停权 明代炮轰 连高中生都知道不能抄 为何林志堅超个一两万字 却都没事 还能继续当台大硕士 是不是因为总统 在林志堅的脸书上留了言 应该要来捍卫学术伦理的教育部 不见得 政治任务抄袭都没事 那以后这些简章要不要修改呢 大家都来抄袭 都可以得奖啊 真的就因为你官大 因为民进党的红人 所以就没事 王老狂三菱之阶 连高中生都不如 真是羞羞脸 学生心得比赛不准抄 但绿营高官论文却可以狂抄 这是什么鬼 蓝营起底 尤其民进党发言人李延慧 本身是中华大学校董 而他的公公杨玉泉 不仅是民进党的金主 还是中华大学的创办人 甚至曾经捐给小英 政治献金四百万 是不是因为蔡英文 力挺林智坚没有抄袭 所以中华大学不敢办抄袭 这是因为总统 行政院长出来定调 这是抹黑了 公务人员还敢办案吗 中华大学明明是一所 注册率极低 而且封平不是很好的大学 但是可以拿下新竹 是这么多的标案 可见政商关系水非常的深 论文抄袭有总统力挺 果然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 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